第二期題,承展取甲乙丙三條完全相同的彈簧懸掛在一根水平衡桿上,甲彈簧無懸掛物品,以彈簧懸掛重量為W1公克重的砝碼兩個,丙彈簧懸掛重量為W1公克重兩個,及W公克重的砝碼一個。 禁止平衡時,三者的長度關係如附圖所示,若三條彈簧的質量均很小,忽略不計,且甲乙丙三彈簧在取下砝碼後,均可恢復原長,由上市資訊判斷W1比W2因為下列合者,這在考虎克定律,這個題目是仿照今年108年會考的題目,那麼虎克定律告訴我們說外力跟伸長量成正比, 所以伸長量的比就是外力的比,在這題就是我們W1W2的重量的比,我們從圖上可以看到,我們兩個W1的重量會伸長 兩公分,也就是一個W1的重量會伸長一公分,那我們多了一個W2之後呢,就多伸長了1.2公分,所以W2呢,會伸長的是1.2公分,所以他們的伸長量比W1比上W2呢,就是 是1比上1.2公分,他們的重量比呢,也就是1比1.2,就是12,也就是5比6,所以我們的W1比W2的重量比呢,是5比6,第27題問我們說,由上述資訊判斷W1比W2因為下列合者,我們答案選擇是A5比6。 大推迦、是旅程 opp、 Advanced IntelligersDid和 Hankins,Goose